二人好各位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今天是10月25号 在40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1971年的10月25号晚上 位于美国纽约东河河畔的联合国会议 打听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那是第26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掌声 可以说呢 那个决议也成为了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被剥夺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22年历史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时间 没错 也就是在这个决议的六天之后 1971年的11月1号这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开始飘扬在联合国大厦之前 也预示着中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 开始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走过了40年了 这40年中国当然发生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联合国在这40年当中 真的是可以说是作为世界 来了解中国的以上很重要的窗口的 同时呢 中国作为五个常人论理事国之一 那么可以说这40年呢 也是借助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 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承担着大国的责任 所以今天的24小时 让我们来重拾这段值得珍藏的历史记忆 40年前的纽约联合国总部 经过数轮紧张较量 由阿尔巴尼亚 阿尔吉利亚等23国提出的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双阿提案进入最终表决 23时20分 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宣布 联大会议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通过这一提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 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然而对于新中国而言 这个好消息来的着实不易 新中国成立之后 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 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干涉和阻挠 从1950年的第五届联大 直到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提案 都被强加了暂不讨论的命运 1961年以后 美国和其他四国 以中国重返联合国 是重要问题为由提出 提案要有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 多数票方能通过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美国又提出双重代表权案 要求接纳中国的同时 保留台湾的代表权 但与此同时 支持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国家 每年都在增加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也和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加入到联合国 密不可分 画面中的这位是阿尔巴尼亚代表 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 阿尔巴尼亚同其他22个国家 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级委的双阿提案 从当年的10月18号起 大会就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 进行了长达一周的讨论 10月25号晚 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 为避免尴尬的场面 台湾代表早已悄然离开了会场 11月1号上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旗 一周后 由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赴美国参加正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大会上 众多国家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致此欢迎 匈牙利代表居然用中文发言 智利代表还即兴朗诵了一首毛泽东的词 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 因发言国家台都一直进行到下午6点 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大会还破例允许记者们 在会场上活动一段时间 此时的乔冠华 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记者们将它围坐一团 记录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外交官 发自内心的大笑 这张照片也成为 时隔22年后 重返联合国的中国最真实的注解 这张著名的仰天大笑的这个照片 在当年的非常的经典 就是乔冠华在宣布了 整个联合国大会在宣布通过票选 宣布中国重新返回联合国之后 我们乔冠华当时的这个中国的 祝联合国的团长 他就仰天大笑 被当时国外的一个摄影记者给拍到了 然后在国外的许多报纸当中 被登出被转载 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自信豪迈的大笑 也被国外的许多媒体解读为 就是中国在22年之后 重新返回到联合国这个组织当中 中国人内心的那种开心的程度 那种非常舒心的笑脸 没错 因为22年太漫长了 这场外交胜利得来不易 所以我想这种笑容代表的 应该是全体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 那种自豪的那种胜利的微笑 据说这张照片后来 好像还获得了一个普利策的新闻摄影奖 所以他也被看作是 中国外交胜利的一个标志 他似乎在向世界说 世界我来了 其实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就有一种应有的姿态 重新返回到这个世界之灵 当然了也在这个世界之灵当中 开始逐渐的去承担 他所应该承担的东西 那么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联合国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 话语权也是越来越大 越来设计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世界也希望发展中的国家 经济向好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能够在世界的重大事务当中 更多的去承担自己的义务 和那样的一份责任 回望这样的一段历史 四十多年过去了 应该说当年的历史潮流 推动了中国 新中国返回到了联合国面前 那也可以说由于中国的加入 也在推动着整整的四十多年来 世界历史潮流在向前走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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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